歡迎大家收看星期一晚上的娛樂關注組 我是Christy 我是小花 我知道好像是今天有個關於圓規的發佈會 對,圓規 我起初在想 是不是又是那些什麼寵物展報告會 經常拿些文具說是很危險的 那些筆又變成槍等等 圓規是尖的 我就想誰拿著圓規 真的很危險 我想說那天有人跟我說 遲些會有個圓規來 那接下來 不知道星期二還是星期三是最接近香港的熱帶 的氣旋 預告明天會開始接近本港 但大家都知道天文台的就是 初時會下球 中午初段到黃昏至晚上會維持 對 所以大家都自己做好防風措施 我想說 剛剛這個星期的風球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可能我住那邊 然後 我家裡的露台 我連旋風都被它吹爛了 很嚴重 我現在的露台 還要追討無門 沒有理由 我想告獅子山 對上那個叫獅子山 對 這個我覺得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叫獅子山 在鄉 通常那個風球叫什麼名字 是不知道哪一個 第一個發現 還是偵察到的人 好像是一樣 偵察過會被人抓的 獅子山 那不是叫 或者不是叫 應該沒事的 獅子山也可能會被人抓 獅子山掛東西 我知道會被人 嘩 我想捉一下你的山 不是 因為這件衣服 是關於香港的東西 所以我後面的背部 也有獅子山 那打風的日子 最好當然是 上網看YouTube 看我們的影片也好 看看鱷魚Live也好 看其他東西 什麼東西也好 那我當然 也在家裡 有搜集資料 那些東西 因為你外面下雨 這麼大雨 你也不想出來走 是 也不能出去 但是 說真的 在家裡沒有工作 就多點看看我們的影片 按一下 留下廣告 如果大家 也是 不算交代台務 因為這些是鱷魚組 這個沒有鱷魚組 不過如果大家 是在看直播節目 或者可能有按過 我們 MHK一台 可能看完通訊站 我們也不知道 究竟我們 我和Christy這個娛樂關注組 會不會留到 到11月都有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待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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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 好像我們之前說 每一集 都是最後一集 沒錯 除非你們很想見到我們 又不想我們的節目 完結 或者我們的台完結 當然要多多支持 或者你強烈留言 因為要留著這個娛樂關注組 可以 那我們就可以補著飯碗 除了看影片 看直播之外 其實我覺得 有些東西可以介紹給大家看 我們先去這張圖 我覺得 這是一個 那時候看的 最漂亮的一個 藝術品 是 不是房間 是這個空氣雕塑 你有聽過嗎 我有聽過 而且 之前那個 有個畫家也是 賣了一幅 空氣畫 空氣畫 沒有畫過東西的畫 但那個空氣畫 就說明 它這個本身就是一個藝術 它不是騙你 我說明是空氣藝術 我賣了一個藝術 又怎會退出錢 諸如此類 是的 之前那個是這樣的 這個空氣雕塑 我記得當時是賣 七萬多 歐羅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有沒有人買 我不知道 另外有一些照片 它是不知道在什麼地上 用膠紙黏在一個位置 框住 那個 雕塑放在這裡 是的 我想賣我的空氣流海 有沒有人想要 我想要 剪掉你的流海 空氣流海 你現在開個價 我現在當著雜資 買了你的流海 是不是 除了這個空氣雕塑 我真的不懂藝術之外 其實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人是真的走步 因為我們也有聽過 那時候聽叮噹裡面的 牙刷仔說 不知道什麼山區的空氣 那些 是的 很貴的 空氣雕塑也是這樣 我們去下一張圖 有些人是看了 不知道自己走步 話說 在日本有一個展覽 擺了一個女性的內衣 擺了一個bra 創作者就是 大家都看到這個 山本優美 那麼 在一個展覽館 它的統計裡面 是沒有人停下欣賞的 那你就這樣看到 你覺得怎樣 放一個bra 是不是有什麼意思 我覺得先比空氣好 也算有些東西看 但是反而 是不是誰戴過的呢 我會出於好奇去看 如果是我的話 我看藝術展這麼搞笑 我會放一個bra 我會看的 如果那個是戴過的 那我就覺得 可以放出來有味 又可以看看 對 但其實大家真的是走步 因為這個 其實是一個陶瓷仔的bra 嘩 那他也做得挺真 很厲害 你只看他的褲子 那些紋 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都不是一個 懂得欣賞藝術的人 但很多人 就會用很片面的東西去看 但當然了 我也先集一集 空氣雕塑和空氣畫 我也不懂得欣賞 對 我也不懂 這個就搞不定 但是 我自己去看一些畫 我也會看創作者 其實有一個簡介 我相信他應該有放出來 我應該有 因為正常 我都很喜歡看畫展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畫畫 所以我也會去看看 下面那一段 也會寫他的靈感 是怎樣 就是用了些什麼 叫做畫畫方式去畫 他應該也會有的 你也是半個畫家 沒有這個節目之後 你可以 我去做賣藝 我去做賣藝 在尖沙載房旁畫畫 是嗎? 可以考慮一下 要是把畫畫畫 可以考慮一下 5元 暖暖的 那我就要隨便穿 要保持熱 你放著吧 下面有東西 暖包 暖暖的 可以了 冬天可以考慮 我沒有說是我的體溫 只是那些暖暖的 只是5元摸一次 不過我又覺得欣賞藝術品的時候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這些 因為有時候就算上網 不過如果上網看又未必看到 譬如我們就這樣看一張照片 都真的是 很真實 一個衣服 你放一個衣服去做什麼 因為他連扣的衣服都做得很討厭 我覺得最厲害是那個 那條帶的 那個 瘦走的 那個感覺 當然 還有另一個藝術 我們去下一張圖 這個真的要介紹一下 有20年建成的金字塔 然後太基陵21年 中國太空站也是用了12年 而我們旺角的行人天橋 用了23年 終於落成了 你有沒有去打卡 沒有 我看有很多人都去打卡 即是終於完成了 23年了 這個真的可以進入什麼遺跡 我覺得所以Channel Show 這樣放在一起很棒 我覺得要受保護 不過呢 一些 不知道用天價整成的東西 去到那些 不知道多少 什麼 用了多少億 那些我都忘記了 我也忘記了 你知道我們 那個資源分配 金田分配 分配得很好 對 所以 我也不知道他究竟用了多少錢 去建造天橋 實際 或者是 你明白的 有時候都要吃飯 喝茶 那些都是錢 所以大家記得多多支持我們兩個 還有鱷魚 除了這些 這些歷史遺跡 我覺得 有時候 你經過旺角都真的可以拍攝 你不知道 這條23年建造的 一陣子 兩年 或者半年 突然間不知道什麼 圓規 還是各赤 下一個風很厲害 吹斷了 我們也有一個 會不會好像團馬線 那樣 就是流水 起完機 又倒橋 我不知道 我是用一個 那些 很 那些 保護古蹟的心態 例如之前那個 山竹 都搞到 石澳那條 藍色橋沒有了 這條 就是要拍下多些照 那也是 賣得一下錢 看賣錢 那我們去到下一張圖 這個我也不太懂 因為有些貴價的東西 這件東西應該是 我想出了兩個星期左右 話說余文樂 就拍賣一隻 他自己極刊的努力士 不知道幾多年 15年的 不知道什麼款 極刊不太懂 但是 收藏家證實了 是一個職目標 所以在佳德士的這個拍賣 就流拍了 那什麼叫職目標 其實大家看這張圖 他也有說少少 可能是15年的 他不是假的 只不過15年的 錶他可能要做 不知道是翻身 還是什麼東西 可能要換了錶盤 他那隻 可能是15年的款 才可以解釋 然後他的錶盤是17年的 那些 這些通常 會被評為職目標 我也有問過一個 以前賣錶的朋友 他也有很詳細的解釋 對 那我不是賣錶 我不是詳細的解釋 我怕我講錯 我想說 你還沒說職目標之前 我以為我看過 Lego標 古華仔那個 古華仔是誰 古華仔呢 當年陳浩南 就給了一隻錶 生雞 有些印象 有些印象 然後一拍就爛了 那隻錶 我以為那些是職目標 那些叫玩具標 但有沒有這麼說 玩具標其實有一隻 有個牌子叫Toy Watch 其實也賣幾千元 是 我以前也有買過 那些 所以大家 如果很有錢去買錶的時候 其實有錢人買的 我相信他們都會認識 應該也不買一手 很少買二手 除非真的 極具收藏價值 那我又不覺得余文樂 那些叫什麼 又騙人 或者他有這麼笨 被人騙了 我覺得不是這樣 例如原來 我是很原裝的 但是因為年份不同的零件 因為有些零件真的沒有出 就已經被評為職目標 那 可能就沒有留意這些 對於我和你來說 這件事我們只有一個資子 我們買不起這些 你買一隻Low也可以 我買Apple Watch都OK 我也是用耳 但是為什麼我說余文樂不會這樣 因為他之前是賺了很多錢 他一醫 余文樂 就有玩區塊鏈 虛擬貨幣那類的東西 做投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NFT 是 那一開始看 我第一次接觸到NFT 三個字 為什麼呢 Netflix是否出新東西 那不是 千萬不要這麼傻 我跟我自己說 他說他以太方的地址有曝光 可能有些以太幣 他就把自己的Twitter最早期的頭像 他說購買時花了一百二十五 他沒理由買自己的頭像 因為他應該自己出的 我不太明白他在這裡說的 總之他就靠他最早期的頭像 就是 合計賺了一千多 你看看 這裡 一百 一百幾萬美金 那裡已經是一千萬了 他收了很多錢 所以我剛才的手錶 雖然也有幾千萬 但我覺得他 不是騙的 可能有些事情沒有留意 可能他自己也未必知道 因為可能 雖然有些人 很喜歡 某些東西 可能喜歡收藏錶 或者去到這麼深入 你不會拆開錶來看 我自己當然不會 可能自己也未必知道 還有說起NFT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導演 一些電影人 我記得之前是張國榮哥哥 好像是花樣年華的 不知道 有些片段 好像被人拿出來買 那樣的 說有導演 那些不知什麼 簽名 還有如果買了之後 其實是可以 你當是一個很原裝 我不知道可以叫他加對白 還是不知什麼 改對白 我記得我看過那個報道 所以為什麼NFT都值錢 如果打得閒 我可以了解多一點 我覺得這件事 是一個叫做虛擬貨賣的世界 都是一個 接下來都挺主流的東西 是 去到下一張 所以我 他都找那麼多 我覺得又 不需要那些什麼 雖然這樣 當然 可能大家都會說 他現在都找人仔 那樣的 他就是找人仔 那會不會辱華的 他找美金 現在 報道寫美金 可能他收人仔 我們不知道 我們沒有去佳德士 也沒有跟他玩 NFT一定不是 NFT本身是 他用以太幣買的 那些是虛擬貨賣的 大陸不行 所以我就說會不會辱華 但他又在賺人仔 這樣又要 要把他的收積 收入 那這些我們真的不知道 那藝術呢 去到最後一單 還有一點 我覺得挺好笑的 他一知 這個 李居明之前 就是龍珠抗武肺 那 到今時今日 龍珠抗不抗得到 大家自己想 那他最近 其實可能也有寫 因為他也有寫 一些粵劇的東西 在粵劇的地位 我覺得是 沒用置疑的 那些其他的 我就不知道 就是軟學的東西 我也不懂 那他認為開拍這個粵劇版的 魷魚遊戲 是 是很提議 我想問一下Chris 你覺得如果一個粵劇版的 魷魚遊戲 可以是怎樣的呢 就是之前有個什麼 粵劇特朗普 對 你經常說那些 那粵劇 應該叫什麼 這個是 粵劇魷魚遊戲 好像有點像 但是那個形式是怎樣 可以玩些什麼 因為魷魚遊戲本身 這個名字就是一個 韓國式的 東西 還是應該是粵劇遊戲 粵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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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香港叫粵劇 粵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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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這樣 我沒有看過粵劇 我不清楚粵劇 到底有什麼角色 或者是 那個故事 還是那個故事 有變什麼角色 就扮什麼角色 我不知道 那我可能當他 我只認識三國 就是你會看到 劉比關羽 張飛 六位 二 三木頭人 就是 肉依恩 那些朋友 然後呢 是 是 曹操 或者呂布 是做的那個木頭人 一看到他一頭 一動 砍掉他 我想應該是這樣 唉 我也不知道 不過魷魚遊戲真的很紅 當然啦 魷魚遊戲 我們也有說過 你上網也看到很多人評論 好和不好 普通啊 大家自己看完就 自己知道 不過這套戲 就一定是風魔了全球 我們可以去8A號圖 跳一跳我們 那在這個魷魚遊戲裡面的 這個北韓妹 8A 8A圖 突然間 突然間 這個什麼 鄭浩賢 鄭浩賢 我兒生好像也是叫這個名字 那個賢字不是這個 鄭浩賢 做了這個LV的全球品牌大洩徑 找得找很多 只是這個也 其實我覺得他挺漂亮的 挺有味道 我覺得他很帥 但是漂亮 我其實真的不覺得 嗯 這個是 就是 叫做 叫做女主角 是不是女主角 她也算是女主角 現在也可以說 她雖然最後也是 釘了蓋 是 但是 她的氣氛很多 還有另外那個女人 什麼美麗 那個什麼 韓美麗 韓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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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鄭浩賢 都說 好像我們這個 聶大夫中醫教室的神仔 有點像的 如果兩張照片拼在一起 就是 有點像的 對嗎 他也說 好像神仔醫師 這樣 但是 關於魷魚遊戲 我們去 白boy號圖 有一點 花生 話說 這個 汪小菲 這個是 小S還是大S 經常搞不清楚 我經常都分不出來 這個好像是大S 我認得她的樣子 但我經常不知道她是大還是小 大S 話說 她老公 就說 由於遊戲 最後一集看了 背後老闆 都是說英文 大韓民族 老闆說英文 我們就說中文 我們都不會在這個遊戲裡面 這個最火的劇 應該叫做 長江湖 長津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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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長津湖 糟糕了 不要抓我 口文尖 長津湖 當然我沒有看過 我沒有渠道看 我不知道在哪裡看到 她老公就出了這個 但怕激怒老婆 秒三晚 為什麼要怕激怒老婆 問題是 為什麼她會看到魷魚遊戲 可能她當時那個人不在上面 還有上面有些可以看的網 是會拿了Netflix某些電影去做一些 你當是老翻 她上一些老翻網是不犯法的 要犯法也是個老翻網犯法 看那個是沒事的 可以理解成這樣 那如果好像阿俊分享那個 玩Diablo Diablo 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是嗎 不過好像她沒有伺服器 我也不太記得 是嗎 我看到阿俊之前 就說在內地 又是有這樣的爭論 但其實她也不應該看魷魚遊戲 以一個愛國的心態來講 她應該看回她的長津湖 不知道 但她說怡怕激怒老婆 我也不知道 那她老婆又不是韓國人 是 也不太明白 這個 這個花生我也不知道怎麼看 不過我覺得整件事 我只是用柴子去形容 就是說 你說完之後又要廟山 為什麼 不是啊 但我想想想想 這個汪小峰 是台灣還是大陸人 來的 因為你第一次是台灣人 台灣也可以跟大陸人一起 也可以 不過我就奇怪 如果說到這個 那我們不如直接去這個 我們轉一轉 大陸人是可以跟台灣人一起的 那我們出這個 朱孝天新聞 這單就新年 我們去8F號圖 朱孝天 oh sorry 出錯東西 我們應該去這個8C才是 唉 出了林石添異 你糟糕了 這個 多像 你很難怪 我按錯了 你知道 現在我們電腦 去找圖 可以整張圖放在Google找 我懷疑 把試題上去可以放到朱孝天 把朱孝天放下去 就可以找到試題 OK 都像的 真的 你說現在還是長髮的 長髮的 那時候還 sits 那 林石添專貴議員不會生氣的 可以玩的 他跟那個大陸老婆一起 朱孝天 朱孝天是台灣 F4 F4已經是多久年前的事 我也不記得了 我很小 十幾歲 你有看《流星花園》嗎? 我沒有看過什麼? 我有看過 先裝一下 就是那些青春劇 其實你問我挺好看的 我有印象是他也做了很多集的 我記得那些人在那時候很瘋狂F4 《飛輪海》 《賢成玉》 對,然後那時候是參賽 那個女兒 大S的角色 哈哈哈哈 還有很多角色我都忘記了 但當時F4是最紅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剪飛輪海和F4的頭 是,那時候是 但他們現在四個各自去了不同地方發展 主要好像都是回了內地 《賢成玉》就好像有玩那個什麼 《披荊斬擊》的哥哥 然後另外那個叫什麼名字呢 朱孝天有個什麼周...周...周...周愚文啊? 是不是周愚文? 他那個好像都是在台灣拍戲啦 那個...那個叫什麼...Fanice啊?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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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好像是在台灣 不是,在大陸 因為他之前有拍過那些... 跳舞霸那些女生 是的,我記得了 是的 但是呢,朱孝天呢 他最近就...可能有人訪問他 自爆了一個慘房 說整兩年多都零收入 生活勁頹廢 還有呢,在報道裡面有說 他不斷經常打遊戲機 嗯 哇,兩年多零收入 你都可以生存到 都是睡居了九個月 怎麼算是想家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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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申請的啦 你大陸了 你先不理他那個老婆 是不是什麼... 什麼...疾人還是怎麼樣啊 朱孝天那些 不關這些事情 他真的是申請的 是... 其實我想說他們的幾個 另外那幾個人都...都... 一直在拍攝 我不知道 因為當時好像他們四個 你知道一個團體裡面都會有分別人氣比較高 不是 剛才我這樣選圖 都選錯了 是不是人家可能要找F4的成員的時候 把照片放進去 出了屎題的樣子 然後 咦 她現在做議員 好像找她不行 會不會以為是這樣 其實你看圈圈圈圈圈的樣子是更相似的 是很相似的 即是誤會了她在台灣做的 她來了香港 不是的 我以為朱孝天是台灣人 怎料一搜尋 她是泰國人來的 一直這麼多年的誤會 大家謎底終於解開了 朱孝天是泰國人 還有八道 還有她在訪問裡面 也說了一句話 她也是說兩岸趕快統一 在這個雙十節之後 朱孝天就被大陸的網友 迫她的政治立場表態 衝口而出 就說希望兩岸趕快統一 其實她用不用 她唯一出現出來 如果不是怎樣找人仔 看到身邊的人全部都在找人仔 對不對 如果她的樣子又不是走梁炮那些 現在走上面那些 譬如剛才那一套什麼東西 什麼 長津湖那些 其實這些樣子 她現在這個樣子 好像都是拍攝那些 像做兵仔 被人殺那些 即是Kellie Faye那些 畢竟是F4 F4大了 但其實那時候F4女 她是 不是 不是比較 就是 好像是最不紅的那個 我記得是 是的 而且你突然這樣說 話說我就想起大陸 有一個類似 也是那些春晚的節目 是 然後就說F4 我們終於請到F4同台演出了 你有沒有這個印象 但到最後原來是投射四個人 只有一個人在爭唱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這件事 追上科技 這個也是同場和同台演出 是的 因為我記得她是訪校上當年 我們香港演唱會 即是我們Beyond 是 Beyond 街區那個 街區是有一個演唱會 是的 我記得我記得我記得 她有一個投射的 她應該是訪校這個科技 到最後那個 即她的技術就是四個合體 是 但到最後就投射了一些人上去 就說因為疫情關係 就上不了你 那你四個什麼合體 對不對 唉 不過 還有剛才看到朱孝天 對上一張就說 兩年幾零收入 即是很辛苦 有分居 那超哥其實也有分享這宗新聞 他也說了 哇 你那時候F4 你們四個人賺多少錢 賺很多 阿超哥又說 即是他那個財政自己 管理得不好你才會是這樣 其實他們真的拚腳都 真的 都不用擔心 即是你不用絕打 你普通生活 你賺了水之後 其實都 你過到小了 過到的 你就算你不生不成也好 神經病 好像余文樂那樣玩NFT那些東西 你出回自己的那個以前 不行 F4的那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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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找回自己以前的樣子 去做回NFT 拿去賣 這樣 都 可能 都還有人 懷緬一下吧 你說到他好像死了 我懷緬一下 那我們對於明星那樣東西就是 你不是再整天見到他 或者是消失了在公仔箱 那 都沒有分別的 OK 那 來到說沒有分別 就說在散的這件事 其實之前找了我沒有說到 我們去C號圖 這個真的跟死了 話說在之前土耳其 有個男人 其實是一群人來的 喝醉了就失蹤了 那 酒醒過後 大家要找回齊的隊員 找啊找啊 然後不行 小花不見了 然後就有隊義工一起幫忙找 然後又怎樣 因為其實他們一群人喝醉了 一群人 話說那些朋友醒了的時候 發現小花不見了 然後就打電話去她家 就問小花 小花在哪裡 小花在哪裡 有沒有回過你家 小花的媽媽就說 沒有回過你家 然後他們心想就糟糕了 明明他們五個人在一起 為什麼小花突然間不見了 於是她就報警 那報警之際呢 就有義工隊 為什麼會有義工隊呢 義工隊就是他們 當地土耳其的居民 自己組成的 自發組成的 對 然後義工隊一起幫忙搜索的時候 就大小花 小花 然後突然間有一個人就發現 咦 為什麼找我啊 為什麼找我啊 原來那個喝醉酒的人 走醒了之後 就聽到要找人 就很熱心地進入了義工隊 誰知道一聽到叫那個人的名字 才原來知道是在找自己 找自己 這個人其實是 這個小花 非常之 搞笑 起碼她醒了之後 她知道聽到有人失蹤 她都馬上參與 嘩我們也試過喝醉 醒了那一刻 那個頭是你不想要的 是 她很厲害 但是 但她找自己這件事 是搞笑的 是真的很好笑的 還有另一宗呢 我覺得也是很搞笑的 我們在第一節尾 說完這宗 去吃醉酒 話說 我不說什麼 C什麼C 那些 元氣打仗沒有吃 之前有人去吃元氣壽司 鋪了下單子的QR 曲 上這個香港壽司 刺身關注了 那一班熱心的網友 怕她吃不飽 就一起幫忙掃取QR曲 很搞笑 我覺得我沒有想過 她拍張單子 然後大家都會掃取QR Code 然後幫她下單 到最後好像說 下單加加監 現在是八千多元 不是過晚的 我看到是說過晚的 對 然後到最後 其實究竟那個事主是怎樣 一定又沒有人知道 究竟元氣 看到一個人吃八千多元 或者一萬元的單 會怎樣想 那也有網友 就追溯一下單看 喊了二十三個鰻魚飯 二十三個鰻魚飯 我想其實呢 最後一張單應該是做了cancel 就是可能cancel他在桌面吃的東西 去付錢 那你就算我當那個人肯付錢 你的東西出了萬多元 你出那麼多東西 別人都要收拾要做的 他突然間還要 他好像說是吃飯的 吃飯的時候 你多人 現在多不多人 我不知道 那我先預算他的眼 就是多人 那你不斷出東西 那你的廚房也會吵架 那我相信最後覺得有可疑 然後我估計 應該就不用抓的 張單最後 我估計應該是 他自己的碟 對 只是計算實際 二十三個鰻魚飯 我只是不說其他 二十三個鰻魚飯 你怎樣上桌 上桌都問 你知道嗎 你記不記得之前有一個新聞 就是說那些大陸網紅很喜歡扮大衛王 那些 那些都是二十多沙碗的東西 放在桌上 即是這個故事的教訓 大家不要傻奸奸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 我覺得他不小心 這個真是 真是個人 不小心 就掃了上去 你知道那些 吃得完 你怎麼知道 還有你知道現在很多關注組 那你掃了上去 那些群組 幾十萬人 那還不幫你掃了嗎 太瘋狂 這個真是好笑 大家不要這樣做 可以回來了 但你剛剛說 即是大陸那些 食物那些 我之前看過一段影片 是日本那些 綜藝的節目 他在一個吃咖喱飯的地方 找了兩個大胃王YouTuber去做 哇 神經病 一人吃這麼大碟咖喱飯 滿的 那些咖喱和飯是各一半的 一人吃了二十幾碟 神經病 他是不停的 當然 你可以說中藝 即是日本有很多愛情動作片 那些都說 即是那些什麼摩頸號 都說找 現場在街上的人 不是的 那他那個就在店裡 一邊拍著 旁邊也有些人吃飲料 看著 哇 狂吃狂吃 等個朋友 等個朋友來之前 已經吃了五碟 跟著那個朋友來之後 一人吃多十幾碟 神經病 很誇張 他們真的 真的不知道 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 更加這個 祖國 偉大的祖國 已經是那些什麼 限制不給這些東西出現 不知道浪費食物 我記得是有的 所以大家不要這樣做 所以大家不要這樣做 那我們在這一節結束之前 我經常說這一集結束 這集結束 還有一個月可能 對 我們在這一節結束之後 現在要發出我們最重要的圖片 就是我們的QR Code圖 沒錯 到我們的QR Code圖 快點檢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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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檢查我們那個 對呀 我們現在把QR Code圖 那些關注組 會不會有人捐錢 我們要不要試一下 知道 如果剛好有壽司關注組的人 聽到的 又聽到這裡 就是 捐幾元過來 又要記錄我們 我不吃元氣 我吃其他壽司也可以 對 下一節回來 再繼續 好 沒錯